第416节 云叶回头看着面色苍白的李泰说 清雀 你完了 这辈子想要找到好女人 恐怕是幻想了 这个该死的女人 毁了你的后半生的幸福啊 你的病治不治啊 哎 就那么回事了 你是女人的公敌啊 清雀 你还准备去揭穿她报告中的漏洞吗 李成前乐不可知 如今长安的妇人们已经越来越彪悍了 贵族间取亲 为难的已经不是如何攀上一门好心事 而是发愁从哪里找到一位地位身份都足够的宾相 男人和妇人之间的争斗 不论是否男人占领 最后的结果呢 都是这个男人会被嗤之以鼻 吃了亏 人家会说连个妇人都弄不着 占了便宜 人家会说 这个男人呢 心眼太小 竟然与妇人一般见识 这一准则适用于大唐所有男人 从宰相到贩夫走卒 通通适合 方玄灵家一直是大唐妇人们为之自豪的榜样 和方玄灵谈话 你可以纵论天下风云 藏匹历史豪杰 指点江山 激阳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猴都没有问题 你们一定会谈笑风生 方玄灵呢 也会让你有宾至如归至感 谈谈孩子也行 老房的两个儿子 一文一武 都是少见的少年英雄 尤其是房仪爱 在大理一路上 把高杨扔上太子车架的事情 更是在妇人中间传为佳话 一直认为这样有胆子 这些年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少 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敢和房玄灵谈论内宅的 哪怕是通家之好 也不会提及房夫人半个字 至于言之推这样 非人存在的人物呢 那当然不在此列 指着房桥的鼻子 骂他不懂得相敬如宾的道理 母鸡思臣一定会导致家宅不宁 一身的骨气胆量都不缺 怎么就在这事上 怯懦如鸡呢 真是士大夫的耻辱啊 老颜骂人不管是谁啊 都只有缩着脖子听的事 房玄灵的脸呢 都黑成锅底了 也必须低身致歉 看得云叶只能绷着一张扑克脸 不敢露出半点幸灾落赫的容颜 房玄灵发起怒来 虽然说比不上皇帝那样 会让天地失色 但是让你家变色 那还是不成问题的 好男不和女斗 西法蒂亚敏锐的发现了 大唐男人的这一致命缺点 在书院里胡作非为 横行霸道 只要上起他的课来 讲义没讲完 就一定会脱堂 明明知道外面下堂课的教授啊 已经抱着讲义 站在课堂外边 半个时辰了 也必须等自己讲完课 至于道歉呢 那就是一个明媚的笑容 或者一块被烤的乱七八糟 半生不熟的肉块 书院里都是斯文人 人家都道歉了 自然不好发作 肉好不好吃的 那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啊 一个孤身的胡人女子 能把肉烤的七八成熟 那已经是不易了 这一套啊 在书院对两个人没用 一个是云叶 一个是许静宗 云叶早就看透了这个女人的心肝脾胃身 从来不把她当女人看 送来的肉块 一般情况下 都是送给了书院的看门狗 无论她是撒娇也好 哭泣也罢 不能答应的事情 打死都不会同意 所以西帕迪亚在云叶面前 反而是正常好多 许静宗看人 从来都是从坏处出发 把自己看成一只弱小的老鼠 其他人都是凶恶的猫 不管这只猫对自己多么的友善 她都认为 其目的就是为了吃掉自己 所以西帕迪亚 这只漂亮的母猫 不管摆出什么样的造型 都没有办法来迷惑她 唯一受不了的就是 西帕迪亚的哭泣 这个女人只要开始流泪 她就会立刻 把自己的办公室的大门打开 窗户支起来 喊来仆役站在自己身边 好证明自己 没有见色起义 或者是故意欺负西帕迪亚 她把自己的好名声 看得比金字还要重要 老许就算是这样谨慎的防备 依然在不知不觉中 给西帕迪亚开了好多的口子 云叶不在的日子 西帕迪亚的办公室成了书院中最豪华的 设施最全的 她可以12个时辰 不受限制的出入图书馆 甚至于能从图书馆的珍藏里 拿出两片漂亮的硅甲 摆在自己的办公室做装饰 在书院里 西帕迪亚享有着比公主 还要好的待遇 李泰就属于那种不解风情的人 事实上 他不需要解什么风情 一般情况下 都是美女来解他的衣服 天生的优越感 让他对女人从来都是呼来喝去的 18年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纰漏 现在呢 这个该死的女人 重重的打击在自己脆弱的部分上 让她暴跳如雷 却无可奈何 她突然发现 自己拿这个该死的女人 没办法 每个月 这个女人都会进入皇宫 给皇后讲解西方学问 有时候皇帝也会旁听 要是自己和这个女人真正闹起来 不管是谁对谁错 都会是自己受罚 这事啊 想都不用想 如果是一个男人 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 污蔑自己 用不着自己动手 无数的皇家崇拜者 就会把她撕成碎片 但是西法蒂亚是女人 大唐的政治生活中 没有女人的身影 哪怕是皇后 也只能坐在后宫 等皇帝和自己提起了 才能发表一些见解 所以呢 很多人都只会是会心一笑 认为李太在垂涎 西法蒂亚的美色 想要引起美女的注意 故意设置了一点小小的障碍 是男人追求女人的一种小手段 李太从账目的缝隙里看到那些 一点都不愤怒 或者是惊讶的贵妇 长长的叹了口气 本来就苍白的脸越发的苍白 云叶发现 这些家伙现在白的 有些透明了 西法蒂亚 故身东来 身无常物 只有十几个中心的仆役跟随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 他们都对我不离不弃 给了我一个安稳的研究环境 所以我才有了新的发现 诸位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看 这是一个装满了水的木桶 它是由坚固的木材制作的 孤桶匠 也是西市上有名的好工匠 手艺我们不用怀疑 哪怕是装上一桶铁 也不会破裂 现在我们把它密封起来 在上面插上一根铜管子 这根管子 就花费了我整整一个月的分裂 听到这里底下坐着的许敬宗 心里开始破口大骂 这是你找人做的 是书院请江作坚的高手 将人做的 快两丈长的铜管子 也是随便一个工匠 就能做出来的 李刚笑着朝他摇摇头 示意他接着往下看 我在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单位面积越小 产生的力量越大 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称呼这种现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越是尖锐的物体 就越容易刺进别的物体 就像我们常用的针 钉子 李太阳看着西帕迪亚 站在小教堂的露台上 踩往管子里 加了一大勺水 底下的木桶 就立刻被涨得很大的裂缝 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巨手 在挤压木桶里的水 奇怪的问云叶 叶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以前没有讲到过这个概念呢 我只知道 这种现象的名称叫亚强 其他的东西啊 都已经还给了我老师了 你想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 在名气上超过西帕迪亚 我建议啊 你做另外一个实验 这种现象 我们以前讨论过呀 你还准备了两个巨大的铁半球 书院以前用几个学生做过实验 显示不出效能 如果用好多匹马来做这个实验 一定会在声势上碾压过这个丑女人 我回去就准备 李承前羡慕的看着李太说 我当初没有到书院进学 实在是遗憾 你们交谈的很顺畅 我却一句都听不懂 宇宙万物的治理啊 有多少人想一窥门径而不得 我却因为人世间俗世一再的错过 真是不可原谅啊 大哥啊 你懂这些干什么呀 这些东西非常的费脑子 也费时间 作为将来的储君 你不学这些是对的 我现在把治理封地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了 依然感觉到时间不够用 如果你也迷进来将来谁去治理大唐江山呢 你做帝王我完全认同 后面的那些弟弟们去做 我会非常的生气 他们还没有那个资格 是的承前 一个人的经历啊是有限的 不可能面面俱到 我对清雀将来成为智慧的帝王毫不怀疑 所以你必须成为世俗的帝王 这样各有所得 有什么不好啊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 总比盯着那一个位置要好得多呀 现在说的太早了 你当帝王最少还需要三五十年呢 清雀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 就该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承前你看着 他的成就不会比一个帝王低 说不定啊 会成为孔子那样的人呢 李太孤唧一声笑了出来 但是转头就看见西帕迪亚 带着两个仆人在女圈堆里不断的得到钱财 这心里啊就很不高兴了 那些愚蠢的妇人只不过见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就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捐出去 武凤朝阳金布瑶 是能拿到市面换钱的东西 有哪家的铺面敢收啊 妈的 劫狱连珠长命所 不是自己送给长孙家的贺礼吗 怎么好东西都出现在这里了 叶子 我忽然认为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寻城次的官员 你认为怎么样啊 李泰看着西帕迪亚的贴身小丫鬟 盘子里的珠光宝器的首饰问云叶 走吧 我还要去换衣服 你不要再费神了 哪怕你告诉宗人佛也没用啊 那些东西一定会变成钱 看样子没有一千贯也差不多了 如果小客在 他绝对不会像你一样胡说八道的 商业上的事情你不懂 那就不要丢人现眼了 啊 我丢人现眼 怎么可能 你看看那些东西 就没有几样允许私人贩卖的 他要是敢拿出去卖 一定会被抓起来 寻城御史的头头是未证 是不会寻私的 云叶把白袍子裹得更加紧了一些 西帕迪亚要过来了 见李泰还是不依不饶的样子 叹口气说 这些富人们的捐赠啊 过几天就会拍卖买的人呢 还是这些富人 给学问人当面送钱太难看了 到时候这些东西 被西帕迪亚拿出来一卖 这不就好办了吗 张家的东西还是张家的 李家的东西还是李家的 除非两个富人商量好了 准备要换首饰 才会互相的转让一下 你也不看看送的都是什么东西 好多都是家传之宝啊 如果不能拿回来 这些富人估计连家都回不去了 这样一来多好啊 自家的宝贝也让别人看了 也显摆的足够了 自己的身份地位呢 也炫耀完了 最后自己花一些钱 把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 李子面子都有了 还落个资助学问研究的好名声 你以为人家都傻呀 那只武凤朝阳金步窑 坐驾一千罐都会有人抢着药 谁家会败家的 把这东西送出去啊 李太挠着后脑勺 看着自己的哥哥 见里程前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 只好搭了着脑袋 随着云叶往外走 不准备看西帕迪亚嚣张的面孔 云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找出了一件长衫穿上 这才好过一些 给里程前李太倒了两杯凉茶 眼看着火热的太阳就要下山了 就吩咐仆役 给自己三人送些饭食过来 里程前从云叶的桌子底下 拎起了两个半球不断的研究 一会扣上 一会打开 云叶想要解释 被他摇头拒绝 准备自己解开其中的奥妙 叶子 那个臭女人算是发财了 她如果把价格定得高高的 那岂不会是一夜暴富啊 你怎么还在想这件事啊 她活腻歪了才会那么干呢 真要那么干 她在长安连一天都待不下去 谁做人还没个底线了 告诉你啊 不管人家捐赠了什么 到时候起拍的价格 通通都是一贯钱 如果你想多捐一些呢 就多出些价 如果不想多捐呢 就出一贯钱 不过这么干 那个女人明天就会羞涨着自杀呀 总之 西帕迪亚这回啊 收到的钱财 绝对不会少于一千贯 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李太烦躁的把云叶桌子上的沙漏翻过来翻过去的倒挡个不停 突然拍了一下大腿 兴奋的对云叶说 我今晚呢就派侍卫把这些东西从他那里偷过来 嘿嘿嘿 等他发现东西没了 明天呢就会哭着喊着来求我帮他找回东西 到时候还不是任由我 你也便搓圆呐 呀 清雪啊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 那个女人傻了才会把这些东西放进自己住的地方呢 书院有的是极度安全的地方 比如那片树林迷宫里 晚上正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出来觅食的好时候啊 现在我都不知道那里边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了 前几天进去查看了一下我藏起来的玉牌 一会儿的功夫就遇见了两条蛇 七八只大蜘蛛啊 还有很长的蜈蚣 蚂蚁窝现在快一人高了 你爹还弄走了好些 树梢子上的马蜂窝挂在树枝上 像是挂满了果子 嗡嗡嗡的声音听得我头皮发麻呀 书院里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里 一柜子一柜子的还都是铁柜子 据说是公书家的新发明 老头子这两年就在搞这玩意儿 看样子出成果了 看见那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估计啊都是有密码的 谁能拿出来呀 李太躺在椅子上不出声了 那里边的情形它是最清楚的 那种铁柜子最多的地方不是书院 而是皇宫里 而且以他管辖的武德殿最多了 不知道密码就是折腾一天 都不一定能蒙准 进入书院迷林 必须穿上铁罐子一样的衣服 戴上铁手套 最要命的呢 必须在自己的脚上 涂上蚂蚁王后的分泌物 要不然就算是进去了 那也是死路一条 自己进去没问题 但是如果这样做 李太自己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 里程前终于成功的 把两个半球合在了一起 拿旁边的小风箱 用力的把空气抽了出来 自己用尽力气的拽啊 也拽不开 打开气房 铁球立刻就掉在地上 腾了两半 然后再合起来 玩的不亦乐乎 饭送来了 是红成亲自送来的 听到太子魏王要在书院吃饭呢 他可是眼睛眨的不眨的 盯着厨子做好 自己亲自送过来 当然了 在这之前 三份饭每一份 他都咬出了一点尝果 这才敢送过来 饭菜很简单 和其他书院学生吃的都是一样的 一人一份盖椒饭 云叶的是青椒肉丝 李太的是土豆红烧肉 里程前的是带汤汁的红烧排骨 一人一碗汤 半只香瓜 哎 就是全部内容了 对于这种饭食 李家兄弟二人很是习惯 起了手就坐在桌子前 一手筷子一手勺子开始进餐 站在旁边伺候的红尘 还在他们吃饭的间歇 不停的汇报西帕迪亚的行踪 王爷 西帕迪亚先生穿着铁甲衣 去了迷林 进去了有炖饭功夫 如今正在书院先生饭堂 邀请那些富人们用餐 和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特殊 也没有例外 李刚先生也被请了过去 老先生应是自己付了饭钱 才进餐的 那当然了 老先生才不会允许 那个女人假公祭司 拿书院的钱粮 来给自己了好处呢 不是的 王爷 老先生说 西帕迪亚先生啊 是为了研究学问 邀请来的人都是书院的客人 所以他老人家 请所有的外来人吃饭 就是仆役们的饭食 他也请了 还都是一模一样的 有些富人担心这样 不分尊卑的不太好 老先生就说了 到了书院呢 就是陛下以前来的时候 吃的也是这些 书院没有什么身份上的讲究 只要是咱大唐人 进来都会一致同仁 谢谢大家